全球知名连锁素食龙头麦当劳最近正式宣布 加入素肉汉堡的战场 要从加拿大分店开始 先进行小规模的试卖 来跟上这一股植物肉代替汉堡肉的减碳风潮 麦当劳表示他们已经注意到 民众对于肉类替代品的需求与日俱增 因此第一波选定加拿大地区28家分店 从即日起开始进行不到两周的素肉汉堡试卖 至于更多消费者质疑为何只是一个小试验 麦当劳全球菜单策略副总裁Ann Walgren回应 主要原因是麦当劳对于素肉替代品仍处于学习阶段 且透过贩卖三个月的限定产品 来试验新菜单的顾客接受度与喜好程度 对麦当劳来说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 由于全球消费市场对人造肉的发展前景 都抱持着正面态度 也就是多数民众都认为素食肉比一般肉更健康 加上许多国际环保团体也纷纷表态支持 这些都让素食业者有更高的意愿 在菜单中增加素肉汉堡选项 东西新闻团队在加拿大的采访报导